中共昨天在北京召開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十二次主席會議 在會議中中共撤銷吳彥生、劉錫荃、黃長青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提請第五次常委會會議追營 這三名軍工高層普遍被認為捲入火箭軍一案 涉及軍事裝備採購 並涉前國防部長李尚福落馬一案 在今年的7月中共火箭軍爆出高層集體腐敗和洩物的醜聞 前火箭軍司令員李玉昭被免職 另有多名火箭軍高層涉案 軍委裝備的發展部都是重災區 曾任裝備發展部部長的李尚福也牽涉其中 之後被免去國防部長的職務 資料顯示吳彥生、劉錫荃、黃長青非但在中共國企的高層 有些還是軍工方面的專家學者 曾畢業於中共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第一設計部 是工學博士 除了是一名研究員 也是國際語航科學院院士 曾經擔任航泰科技集團總經理等職位 並於2018年5月升任航泰科技集團董事長 而劉錫荃就畢業於華中理工大學 固體力學專業 擁有碩士學位 是一名研究員 他曾經擔任航泰科工集團總經理等職位 於2022年5月擔任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 而黃長青就擁有工學博士學位 曾經擔任航泰科工集團三院院長等職位 並於今年6月擔任航泰科工集團副總經理